那些年在学校的节气瞬间三 这节课老师临时有点事儿 你们好好自习啊 那个纪律委员帮老师管一下纪律 好的老师 老师你是不相信我了吗 为啥不让我管纪律呀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老师不也是看你太辛苦了吗 今天先让纪律委员管 下回再换你哈 他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 三发你看 老师没让他管纪律还吃醋了呢 你给我等着 对就是他 那个人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小苗你说话能不能小点声啊 一会儿老师来了 你是纪律委员我还是客代表呢 咱俩拼机 你有资格管我吗 我也没想管你啊 我就是让你小点声 不然一会儿老师来了 我不好交代 交代什么交代 管好你自己得了 我跟你说 上回我去办公室 看见纪律委员他妈妈的名字了 特别搞笑 你猜猜叫啥 你这个我哪猜得着啊 你直接说呗 叫翠花 你干嘛笑我妈妈名字啊 我也没得罪你吧 你说说什么了 我给你取个外号吧 你以后就叫小翠花吧 你随便给人起外号这样礼貌吗 我还没说你呢 你爸叫王范彤 咋的 你爸平时很能吃吗 你 王鹏你这生啥气呀 你知道小庙家长叫啥不 死争虾 啊 张三发 你你太过分了 这就过分了 那你叫别人家长的时候没觉得你自己很过分吗 就是 小明儿你不要在屋里取闹了 正式话我要记你名字了 你凭什么记我 你算得跟冲啊 是老师让他管纪律的 他怎么就不能记你了 老师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等着 一会我就让老师把你家长叫来 我又没做错视频 啥要叫家长啊 我说你错 你就是错了 老师只会相信我们这些学霸说的 才不会相信你这个学渣呢 老师就在你身后 你看看他能不能相信你说的 你以为我是下大的 老师这会儿不可能回来 你就等着一会儿被叫家长 你还是先把自己家长叫来吧 小明儿我平时这么信任你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 老师我跟他们开玩笑呢 你可千万别相信啊 你这课代表也算是当到头了 马上去把你家长给我叫来 听到没 赶紧叫家长啊 还愣着干嘛 老师可没给你开玩笑啊